包括我们的文字,我们的罗马,包括法国没死,为什么? 我们的现代艺术,我们的艺术,包括人权,你主上介绍的美国,它为什么能那么强大? 是因为它继承了希腊,罗马,法国,德国的思想在这。 所以咱们不能说谁有谁是,从文化的角度来说,你凭什么消灭它? 但是文化是不是自然自然的消灭? 我说的消灭不是主动的,是我们的下一代,比如说我的孙子那代,他们还能知道有多少商朝,唐朝,除了造物馆? 很自然的。 没有了就。 你让我的孩子还能学俩生法字的,太难了。 所以就只好让它自然的变形。 所以说当然是自然的。 从我学艺术史的教育,我第一个就是学希腊,学罗马,学文艺复兴,学巴黎,甚至都学到纽约。 就是说,但是我骨子里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,包括我本科学历史,比如商代啊,周代啊,秦代啊,这些,包括韩太,魏京,南北朝。 但是我就说,我这些东西除了在博物馆里长到,我在现在的社会上长不到。 嗯。 那巴黎伦文化,包括那个埃及文化,那些,那些当年,强一时的文化,包括拜登庭文化,那不是也就一两百年就不在了。 你不能说,他也不愿意退出历史文化。 但是,很自然的。 它自然的。 包括我们说到这个art,art,包括说到艺术。 我们还在中国,原来的那个,我们做青东西吗?肯定不多了,除了做假的啊。 所以,我觉得时代还是很残酷的。 所以,我们到了美国,我们研究了现代艺术,研究当代艺术。 可能我们还会来研究未来的艺术。 就是你研究的同时,你这主轴还是人家的主轴。 就说,现代艺术的主轴,它还是提拉罗马,巴黎,就是这条主轴过来,艺术史。 你不能说,你说俄罗斯的这不是艺术吗? 你说中东的艺术就不是吗?印度的就不是吗? 它不在这主轴线。 所以有的时候,如果你是专门研究印度的,专门研究俄罗斯的,可以。 但是在艺术史这个主轴,它不在。 可能就是,你包括俄罗斯,它也穿西装。 它也是巴黎香水啊,也是这个主轴啊。 这个主轴啊。 对,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了。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主流的现象? 那也是因为它整个国家其他方面的发展。 在其他方面,它也是文明程度的上升。 包括艺术史,当年就是说,从爱琴海。 有一句话说到,说从地中海到大西洋。 这是一个过程。 完了以后,从大西洋,从这个大西洋,由南向北,由东向西。 就是这个过来。 这是一个我们。